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百发百重 春秋时期 楚国有一位神剑手 名叫杨游姬 他射出的剑百发百重 剑无虚发 因此名气很大 有一天 杨游姬又在表演射剑 他站在摆布以外 瞄准一片柳树叶子 嗖的一声 功响夜落 围观的人无不拍手叫好 一会儿功夫围上来几千人 一起为他欢呼 杨游姬洋洋自得 一连射出几十支剑 剑剑都重 这时 从人群中走出一位白发老人 和和气气地对杨游姬说 壮士雅 你的剑法实在不错 我可以教你射剑 什么 你教我射剑 杨游姬差一点笑出声来 心想 我是天下无双的神剑手 还用得着你来教吗 白发老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坦率地说 我不是教你如何拉弓 如何放剑 而是告诉你一条保护自己的方法 你想一想 如今你在百步以外 射柳树叶子百发百中 这是多么难得 可是 你若不在这个时候停止射剑 过一会儿 你身子疲倦了 气息虚弱了 胳膊没有力气了 万一拉弓放剑有闪失 射不住目标 不是连以前的白发白中的好名声也丢掉了吗 杨游姬听了这话 顿时明白了老人的用意 连忙向他施礼道歉 背起弓箭回家了